上主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 向归依他的人宣誤和平的輪因 因父及自己聖聖之名 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以得心灵同在 我们在读若王摩世录的时候 我们会说,哇,这个真的听起来或是读起来感觉很恐怖 但是在今天或是从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是这个若王摩世录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期望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古龙撒旦就被困绑起来 他被打败了 所以若王摩世录充满了希望 是胜利的希望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说有很多很多的恐怖的 但是背后就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期望 所以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上 如果虽然我们会遇到这些会左右我们的生活 我们保持最后一定会有胜利的一个期望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即为上的或许 我罪,我罪,我得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物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专业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振作我们的精神 使我们以全父热忱 善用你的圣从 夺蒙你的救援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词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晚 阿们 公读默示录 若忘我 看见一位天使 从天上降下来 手里拿着身温的钥匙 和一条大锁链 他捉住了那毒龙 那骨蛇就是魔鬼 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天使把他抛到深渊里 关起来 加上封条 免得他再迷惑万民 直到满了一千年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 有些人坐在上面 他们都得到了审判的权柄 他们就是那些 会给耶稣作证 并且因为天主的话 被斩首的人的灵魂 他们没有朝拜过寿 或寿相 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 接受过寿的记号 他们都复活了 和基督一起为王一千年 以后 我又看见了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和坐在上面的那位 天地都从他面前消失不见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都展开了 还有另一本书 就是生命册 也展开了 死了的人都按那案卷所记录的 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 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死亡和阴府 都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死亡和阴府 也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 人人都按照个人的行为 受了审判 然后死亡和阴府 也被投入火坑中 这火坑 就是第二次的死亡 凡是名字 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 就被投入火坑中 随后 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 都不见了 还 也没有了 我看见那新圣城 耶路撒冷 从天上 由天主那里 降下来 好像一位打扮整齐 等候丈夫的新娘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这是天主同人住在一起的帐幕 这是天主 这是天主同人住在一起的帐幕 万有的上主 万有的上主 我的君王 我的天主 麻雀在你的祭坛旁 逆得了居所 燕子也找到了安置幼厨的槽窝 这是天主同人住在一起的帐幕 上主 住在你的殿里 不断赞美你的人 真有福气 那只以你为靠山的人 真有福气 他们一路愈行愈见 这是天主同人住在一起的帐幕 你们要挺起身来 抬起头来 因为你们的救赎尽了 圆主与你们同在 也一个心灵同传 共督圣路教福音 主也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一个比喻说 你们看看无法果树和各种树木 你们看见他们发芽了 就知道夏天尽了 同样 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了 也应该知道天主的国进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必定发生 这时代才会过去 天地都要过去 我的话绝不会过去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这几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 也告诉我们说门徒们 或是在场的这些人 他们一直要求一个征召 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看看在我们自己的生活 每天每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征召在我们身边 或是外在的一个标记 外在的标记 我们生活在这么多的标记当中 我们可以想想有什么标记啊 等一下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标记 我们的基因帐是在那边 你要去台北往那边的方向 你要去无来往那边的方向 那这些的外在的标记 要告诉我们的它的功能 大概是什么呢 应该有很多了 但是我们看了大概可以说两个 最主要的是两个 第一是帮助我们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指给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要走要往哪里走 我们就很清楚的按照这些的标记走 我们就会到我们的目的地 另外一个是给我们一个安全 你要走过去 对不起那边现在是红的 你要停 这个也是一个标记 你要停 你往那边走 那边有那个图示流 你不要走那边 你要绕路 这个也是一个标记 你按照标记所指示给你的走 你一定会安全 所以这些的标记 让我们是安全的 到达我们最终的目的 在今天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耶稣跟门徒们 因为他们一直找 一直找一个外在的一个征兆 耶稣就跟他们讲了 路加说 耶稣给我们一个比喻 但是看着这个也不像是一个比喻 是耶稣要我们要观察 你们观察 观察五花果树 还有这些的树木 如果五花果已经发芽了 这些树木开始发芽了 我们就知道夏天就要到了 夏天都要到了 那他也说 同样如果你们看到了 这些的事情发生 天主的果已经领尽了 天主的果已经领尽了 征兆 门徒们一直要看到一个征兆 众人需要看到一些的征兆 那耶稣他自己也说了 没有其他的征兆要给你们的 只有一个征兆 是什么征兆 悦纳 只有悦纳当作征兆 但是这个悦纳是在耶稣之前 耶稣还没有死 悦纳就是他的征兆 为我们现在呢 耶稣已经死了 耶稣已经升天了 复活了升天了 为我们还有什么征兆呢 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想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征兆 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他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征兆 那耶稣的征兆是什么 如果我们按照耶稣基督 这个外在的这个标记走的话 我们一定会到达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 我们也应该会平安的到达 耶稣给我们的那个指示 就是爱 宽恕 包容 接纳 这些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征兆 按照这些的指示走 确定 我们一定会平安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寵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王阿弥雅 及诸圣人 圣女的荡漾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身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怨 身于教会 兄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身欺验的安慰者圣神 亲属于我们 及切信有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阿们 允许上会蒙兽 福音和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牵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理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听 你护或住谁声说 跟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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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 照顾 将之不做 跟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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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 把手痛不忧伤 把手痛不忧伤 为你舍 比十字加伤 苦悲 经常堆在呆上 跟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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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跟随我 我 跟随我 跟随我 一 一 一